作为三国一流甚至顶级名将 五虎上将和五子梁将都有自己不愿提起的往事 比如五子梁将中最早授封四方将军 并假节月的于晋于文泽 最难堪的一幕发生在曹操的高陵响殿 地史玉于陵屋化关羽战客庞德愤怒 近降服之状 近见残慧发病轰 这里的地指的是曹丕 三国时期的曹魏五子梁将和蜀汉五虎上将 尽管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甚至污典 却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当时的一流名将 张辽 关羽 张飞还位列五庙七十二将 十七十百将传中 除了二张一关还多了张和 徐黄 大家好 这里是百话文史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五虎上将和五子梁将 有哪些污典和败迹是不能原谅的 如果喜欢 请您别忘了订阅 谢谢 汉末三国时期 武将战败投降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五子梁将中只有越近从一而终 其他四人都算降降 投降曹操是光荣 投降关羽是耻辱 曹丕不会那么双标 曹丕之所以看着于进来气 是因为在相反之战前 于进对别人的要求都很严格 老朋友昌西叛乱后投降 按规定应该交由曹操处理 但是于进为了证明自己大公无私 直接把昌西杀了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时 对于进提出了严厉批评 为而后降 法虽不赦 求而送之 为为为为命 于进的人缘很不好 曾与于进共事一段时间的关羽 应该很了解这个老战友的德行 抓住之后既不卸用 也不卸杀 有人说于进是吴子良将之首 这种说法肯定不对 因为三国志给吴子良将的排序很明确 张辽居首 月进第二 于进第三 张河第四 徐晃第五 这就跟五虎上将 关羽居首 张飞第二 马超第三 黄中第四 赵云第五一样 排序的依据并不完全是官爵和战绩 张辽位居吴子良将之首 很多人都为他在白门楼上 通骂曹操而拍案叫好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 却远不像演艺小说描述的那样 张辽是看吕布要被杀了 就主动带领本部人马投降了 张辽并非只跟过吕布这一个主公 他跟吕布之前曾是丁元的左腕右臂 并终刺使丁元以辽无力过人 照为从事 以布为主布大见亲戴 张辽先后归属丁元 何进 董卓 吕布 曹操是他第五任主公 太祖破吕布于下批 辽将其中降 拜中郎将 刺绝关内侯 陈寿说 张和以巧遍为称 越进以萧国显明 而见其形势 未复所闻 或助记有遗漏 未如张辽 徐晃之辈响也 连陈寿都没掌握张和 越进太多资料 说明当时战乱频发 名将档案不是很完备 所以我们不知道 越进犯过什么错误 张和如何以一己之力 击溃出出其山的 诸葛亮 马肃 同一部三国志 也有不同记载 张和虽然为 刘备诸葛亮重视 忌惮 但是张飞活着的时候 张和根本就嚣张不起来 当时曹操留下 镇守汉川的主将是夏侯渊 张飞不愿意打妻子的伯父 绕了一圈去打张和 而且把张和打得十分狼狈 弃马而逃 这段不靠回首的往事 张和想起来恐怕就会做噩梦 张和怕张飞 徐晃却不怕关羽 在相反之战中 徐晃赏金千金 要收购关羽场首级 看起来是大功无私 实际是贪功冒进 破坏了曹操变装刺虎的战略 曹操的本意 是让徐晃只以威慑手段 迫使关羽解除樊城之尾 让关羽收兵去打孙权 两败俱伤之后 徐晃和张辽再出手 徐晃立功心切 把曹操的三令五身 丢在脑后 歼灭了关羽主力 自己损失也不小 所以相反之战后 曹操军基本就失去了战斗力 再也无法跟陆迅旅盟 争夺荆州郡县 曹操这一仗打了个寂寞 曹操对相反之战 功臣的奖赏也很有意思 对进兵神速 并大获全胜的徐晃 给予口头表扬 升官次决赏金通通没有 千言不尽 战役结束 才姗姗来迟的张辽 曹操亲自出营 也没有半句批评 曹为五子良将中 张辽武艺起主 岳靖与张辽 离典不睦 于尽战败起降 张和被张飞打得弃马而逃 徐晃在京香之战中 贪功冒进 这五人都不是完美之将 自然也不是常胜将军 但是要说他们 哪一个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还真不敢妄下结论 于尽战败起降 也不算罪无可赦 但是他杀昌西 而献媚曹操 这件事做得确实不太地道 不但裴松之十分气愤 曹操当时也对于尽的做法不是很赞同 西祥不义 无而归尽 岂非命也 曹为五子良将的 是非功过 一言难尽 蜀汉武虎上将中的马超 也是极难评价 小说中的忠臣孝子 史料中却是逆子 小说中的马超 在加盟关 大战张飞 史料中的马超 到哪儿都不受待见 他是走投无路之下 主动写信向刘备启祥的 马超最不可原谅的一件事 还真不是不顾父亲马腾 兄弟马修 威尔起兵抗曹 如果他打赢了 或者战平之后 与曹操显和 马腾还真未必会死 马腾是在马超战败半年后 才被诛灭三族的 马超做得最不地道的一件事 是任贼做父 要当寒碎的儿子 金超弃父 以将军为父 将军亦当弃子 以超为子 读过三国史料的都知道 韩岁跟马腾原本是兄弟 后来反目成仇 大打出手 马超的嫡母和几个兄弟 都死在了韩岁手里 马腾也是被韩岁打得没办法 才去都城投靠曹操 当了卫卫 马超不顾父亲死活 对妻儿也比较冷血 他投降刘备 老婆孩子也遭了殃 出超之入属 其数期董事及子秋 留一张鲁 鲁败 曹公得之 以董赐言谱 以秋复鲁 鲁自首杀之 马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其实也是十分懊悔的 为此还把自己锤得吐了血 超为反时 其小 腹 地 总留三府 即超败 总先入汉中 正担 总上寿于超 超锤胸吐血曰 河门百口 一旦同命 尽二人相贺也 很奇怪 马超和小舅子一起过年 为何不见他的堂弟马代呢 是不是马代也觉得堂兄马超做的事情有些不地道 马超做是地道不地道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五圣人关羽和万人敌张飞则是不好妄下结论 陈寿的评语是否公允 还需要大家慧眼明辩 与善待祖武而交于师大夫 非爱敬君子而不续小人 与刚而自今 非报而无恩 以短取败 礼数之长夜 马超祖荣富勇 以赴其足 习哉 关与张飞都很可惜 如果他们多活十几年 刘备伐位 公吾成功的希望 可能就会大几分 黄中死得也比较早 并没有赶上刘备称帝和出兵伐武 黄中也没有像《三国演义》中说的 与关羽战长沙 如果他们真的在长沙城下 惺惺相惜 互饶性命 关羽就不会不屑于老族为武了 黄中没有死守长沙 他是跟韩玄一起投降的 在投降刘备之前 他们还一起投降了曹操 曹公克荆州 甲刑皮将军 仍旧故任 同属长沙手韩玄 先主南定诸郡 终岁伟志 随从入属 黄中三亿起主 张辽五亿起主 这在汉墨乱世都不算污点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良秦责墨而息 良臣责主而逝 赵云也曾给公孙赞当过部下 在蜀汉五虎上将和曹魏乌子梁将中 最难评价的就是赵云赵子龙 此宫似乎没有白计 也没有污点 有人说他是一身是胆的长盛将军 也是三国罕见的完美之将 他施力击鼓 也完全是因为诸葛亮指挥失误 双方兵力悬殊 良出军 扬升游邪谷道 曹真遣大众当之 良令云与邓之网聚 而身攻齐山 云之兵若敌强 施力于击鼓 然脸重固守不知大败 赵云带着少数宜兵 硬扛曹魏主帅曹真的主力 诸葛亮带着蜀汉主力 出战曹魏偏师魏严 两线作战全部失败 这仗打得实在憋屈 在您看来 曹魏五子梁将和蜀汉五虎上将 谁的人品最好 谁的战功最大 谁犯的错误 是不可原谅的呢 我来说